他在騷擾 騷擾 心愛的人 心愛的人 騷擾 藍藤內 為流下去 最自律者 勇敢 唉 講求呀 他在騷擾 騷擾 買出家啦 買出家啦 騷擾 看到他 坐在騷擾 在騷擾 冰村風雨滴 雖然我死 金湯尾 又在來故事 為爭由 給我只會 又來暗宿亂用 他在騷擾 騷擾 騷擾 心愛的人 心愛的人 騷擾 騷擾 藍藤內 為流下去 最自律者 勇敢 在騷擾 騷擾 為著你的幸福 我覺得你這幾次唱歌 其實你有想要 唱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所以你每次唱歌 都會有一種 一種風格的建立的那種堅持 譬如說你唱 騷擾這首歌 你就有點像在 就是非常久遠那種 很吟唱的那種 甚至有一種 心靈宗教的感覺 就是你有企圖 心要做出 讓唱歌有一個態度 只是說這個東西 這條路真的 也是有一點困難 因為你等於是要跟 樂隊老師 音樂概念 你要整體把它緊扣在一起 因為最終是要來比賽的 一定要打敗對手 不過今天這首歌的表現 我覺得不錯 謝謝老師 好 我們請子虹老師 為我們做講評 陳勳 你一貫的風格就是 老歌 然後 而且是很久遠的老歌 你自己的風格很清楚 不過我會建議你 也許可以用你這種唱法 試試看新一點的歌 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OK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